这里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三个颜色特别就造成来的 另一个当然是我们的蓝蓝 银法时尚成果走秀展在崇佑影艺科技大学展开 银法模特儿们穿着融合传统蓝蓝记忆的时尚服饰 自信的踏上伸展台绽放一彩 特别是这些衣服原本都是要资源回收的哦 没有想到蓝蓝艺术赋予新生命 与永续生态相互呼应 这次的课程的话我们就是为了结合环境永续 那其实ESG是最近就是非常热门的议题 那我们怎么把二手衣在做循环利用 其实是这次我们在做时尚走秀的重点 那这次我们其实透过蓝蓝的元素 让二手衣物有一个就是赋予它的新生命 那透过大家可能在衣柜中有一个 曾经你非常回忆或珍贵的衣服 那我们给它新的回忆之后 其实它也可以让它改造得非常时尚 搭配现代时尚的元素 激发长者的创意和活力 学校跟当心农场合作 我们拿我们家里不能穿的衣服 就把它染一下 觉得还挺有创意的 而且这个衣服我本来也不能穿 是我染好了以后才去改宽 改宽了以后颜色又不搭 然后再去染一次觉得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蛮特别的 让传统蓝蓝工艺在现代时尚舞台 大放逸彩外 也成功的将市府 学校 社区及产业紧密结合 非常开心今年学习型城市的计划 我们可以跟崇佑还有大金农场合作 带来今天一系列的时尚蓝蓝的走秀 那透过我们的课程去认识什么 什么叫循环经济 什么叫做绿色的环保 那我们的大哥大姐们 他们也透过这样的课程 去了解自己的特色 然后怎么去装点适合自己的装扮 那也学习我们蓝蓝的古工艺 把这样一个传统的技法可以传承下来 那非常谢谢这么棒的走秀 我们的这些大哥大姐都非常非常的有创意跟活力 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真的这辈子还没有体验过走秀的这个样子 觉得很开心 很不一样 对 很值得 基隆市推动学习型城市 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的创新结合 开辟了新的可能 让银法族有机会展现自我 提升生活品质 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注入了新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